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作是我们实践梦想的途径 木工师傅与美术老师就仿佛是引领孩子们前进的力量 传说在这些孩子们身旁的天使是来自于台湾各地的志工伙伴们 他们奉献时间一起与孩子们打造梦想 当然 要怎么收获先那么灾 巨木台隆隆的运转声中 所有的面料必须经过钻孔 螺丝固定及胶盒 拼接 研磨 填缝 再到组装 彩绘 上漆 一个步骤都不马虎 这次的活动 把国产有山书法木 转换成梦想中的书桌 除了宣导爱护自然与木材永续利用的概念 同时 搭起亲子间沟通的桥梁 留下的汗水 是孩子们与家长难忘的经历 也在无形当中提升了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